目前高平溪刚好是枯水期 水量比夏天少了一半以上 正在出海口的地方 还是可以感受到河水里 隐藏着一种沉浸的力量 放眼望去河面宽阔 停靠了许多的渔船 水鸟在河面上觅食飞翔 不过大河的两岸危机 却正在发生 在高平溪西岸的地下水 已经被林园工业区的游屋侵占 而东岸的沙滩也遭受到严重的侵蚀 高平溪在走向终点的同时 正诚实地向人类提出警示 如果有一天 你们家的地下水被污染了 余温不能再养鱼 你该怎么办 如果有一天 你们村子旁的海滩消失了 海岸线步步禁逼住家 你该怎么办 高平溪出海口两岸 现在正同时发生这些警讯 居民的生存危机也正倒数计时中 在夜色中昏黄的灯光下 五六十个人手上拿着各种古典乐器 在庙前广场上 共同练习行进间合奏 这里是林园乡的广应庙 也是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长期以来 广应庙香火鼎盛 一直是人们心里的依靠 不过可以安慰人心的神明 却无法保护林园人的地下水 这一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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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有围地的 这都有整有固的 看这 这都担担了 你看 这也是 现在已经都到这里来 这都到这里了 都到这里了 现在在用这些水 在这里有三枸才能用 没有那些水不能用 碰到你们宫馆 成功 你看到一个渔物里面 居然一年可以做三口井 这什么意思 是鱼类产生的布 是因为第一个抽不到水 第二个 根本抽到的水都是油味的 那据他们讲 他那抽一口井 都要花几十万的 包平溪出海口附近的聚落 拥有河流 常年累积的地下水层 也因此林园养殖鱼业新盛 鱼温面积广达四百多公顷 像森雄阿伯 在林园生活了一辈子 同年他在高平溪钓鱼抓虾 18岁他在西畔养鱼 开鱼温 长久以来 住在河边的日子 一直很踏实 但是林园工业区出现后 阿伯平静的生活 开始有了变化 那现在烏量的东西 更清的时候 在我的附近 在河流青里 在河流青里 河流青里 差不多有三百多 河流青里 我每天看见 我那时候 河流青里没有了解 五行 我是说 那里在河流青里 在河流青里 在河流青里 这个河流青里 就是河流青里 河流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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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雄阿伯口中的大洞 其实就是中油公司 设置在林园工业区内的 两百槽区 刚开始 隔着一道高大的围墙 大家根本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 后来地下水出了问题 居民才惊觉 原来邻居就是污染源 那这两百槽区 它最主要是装 中油泥野厂里面的 制成里面的 本跟甲本 那本跟甲本 在民国90年跟91年 就被 环保署的南区巨大大队 那抽检疫警 发现到 夭壽 有检验过超过800倍的 也有40倍的 我以前 在那边河流青 我们的区是 很熟熟 很熟 到那边河流青 我们不熟熟 我们就不熟熟 然后弄得更熟 我们这边弄得更熟 会熟熟 一边山河的污染 会熟熟 没多久 它又有污染 它又不熟 大概还在锁了 差不多有锁到五十公斤 一边有五十公斤 一边锁到那边 一边锁到那边锁到那边 我就当时在庚本市我告诉 一边我变得没路 我们要跳海市 你知道吗 越想越气 越说越不甘心 明明山民水秀的家园 现在竟然变成著名的独化村 当时我到庚本市 我去开火了 爱情就说我念不听 夹柄村都夹柄村 夹柄村而已 那这样没有多方案 十二十公斤 这些都没有案子 这么多 十五都到年约 我们人人啊 死亡财产 死亡比较重要 他跟说有资 我有说 对庚本市我有说 没有人资 怎么可以 控制场子就是说 因为你超过了地下水的管制标准 那你就要施以土壤跟地下水的整治 其实这是很可悲一个事情 就是说当年 大家在歌颂十大建设 为台湾经济付出多少代价的时候 但是忽略到了 你所造成的环境成本 你没有把它算进去 凌园石油化学工业区 面积397公顷 是民国六十年代的十大建设之一 也是台湾的石化产业重镇 走在凌园乡内 无论是渔港 学校还是街道 到处都可以看到高耸的工厂燕葱 三十年过去 石化业对居民的危害 不只是生理的疾病 更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和自卑 一切没用过你去 房间很好 怎么这么多老房子都好像没修 没用的做而已 他们都绷出去而已 他们绷出去 这个房子不要啊 年轻的年统绷都绷出去 老头子的贬变 以前我们这海湾是什么 很平和很短 现在那个青石家已经很热 很硬 很土壳 落差有多少公尺 落差好几十公尺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看看 直接的影响有哪些 我们这直接影响 这些移温没有 已经破坏掉了 我们这个海湾山 这个沙地 我们在旁边的这些更高 厨里 原厨里没有 还有一两百公尺 有两百公尺 还有一个斜坡 大大地下来 这已经变 比如这个海湾 吃到都变架了 已经吃进来 吃到都对我们这个 虎温进来 虎温都破虎 政府如果没有关心这个疑地 然后继续一直破虎 然后影响到这个 坚保共和能川 这些传民的死亡 财产的安全问题 在高平溪出海口的东岸 是屏东县新源乡的 盐浦村和共和村 近十年来 这里的海岸出现严重后退现象 有将近两百公尺的海滩 被海浪冲刷消失 因为这边是高山地 一被冲走之后 会影响到它整个部落里面的 一个生计包括安全 所以当我们今年来看的时候 不知道有那么严重 将近大概被抛离了 大概有一两百公尺左右 海岸线后退的原因 目前还没有具体答案 但是一般来说 早期的原因 是高平溪过度踩沙所致 近期到了民国九十六年 政府新建盐浦渔港长堤 造成海流反射波流 加速掏空高平溪的 河口海岸 近十年来 因为高平溪 来沙量还比较少 那为什么来沙量少 就是因为 现在的管理时代 曾经很多超深的 一个挖掘的 一个彩沙行为 那这些彩沙行为 它的一些彩沙坑 需要时间 慢慢来回忆 回忆完了 它整个河道 已经稳定平衡了 沙量才会 希望转转往下移 这个海岸的沙滩 正前就是 那个浴缸 头一遍沙盖的时候 就要到较百多米 现在第二支 这个红布 第一支沙盖有没有 这个沙盖有没有 这个沙盖有没有 这个流水的关 下面的水流的关 是什么 第二支的浴缸 这个浴缸 在这片海滩旁 有一座小庙三龙池 是吴敬才老先生 一手打理出来的聚会中心 小庙虽小 可是人情味 确实特别浓厚 来到这里 村民可以远望出海的亲人 也可以天南地北 闲聊庄头大小事 在家里面 爬岸做梗 挂去挂去 做挂的那些刷 这粘子挂掉了 因为他这样做爬这些 跟他爬这些 做挂的 就整个挂掉了 我们人有效果 他也没有效果 我们在那里挂 那里挂 那里挂 二十年前 吴老先生亲手种下榕树 当年的树苗 如今是三龙池的保护伞 阳光从树叶缝隙里透出来 高平溪海口的水坡流转 这些有如时光的脚步 记载着人跟水的亲密关系 可是现在的三龙池 却可能也保不住了 眼前所看到不久的将来 如果这个潜堤不做的话 不用一年 这个乡民聚集的地方 宗教性 膜拜了一个信仰的中心 也可能会沉处在海底 根据第七河川局的规划 未来将新建两到三座潜堤 减缓海量作用力 只是这个方法 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因为河海交界处 属于环境敏感区 变动因素太多 根本不是人为力量可以解决 站在高平溪堤防上 远方是大午山 近处是双原大桥 眼前的这片水域 是生态最丰富 但也是受创最深的出海口 河流反映人心 林园这一边 地下水出问题 新园那一边 沙滩不见了 高平溪两岸的居民 失去了健康安全的环境条件 和生活在水边的简单幸福 地下水被污染 没有人出面解决 拖延到现在 荒废的余温越来越多 村子里的居民 却是越来越少 而海岸线不断地往后退 明年预计新建的潜堤 是不是真的就能够 减缓海沙的流失呢 高平溪出海口是河水和海水交汇 淡水和咸水交融的环境敏感区域 在这个象征和解的地方 却出现了人为造成的失控状况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解决 可是却应该要重新思考 该怎么样阻止情况继续恶化 让人跟河流之间的关系 可以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看完了以上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 这个星期还发生了哪些环境新闻 以上规模8.4的大地震 引发了南亚大海啸 造成了25万人丧命 为了找出计算地震发生时间的方法 美国理工学院和台大地 仔细合作 透过观察附近海域 潮尖带珊瑚的生长情形 发展出了一种珊瑚又定年技术 找出了南亚苏门达达 明达威群岛的地震周期 误差在一年之内 这个技术目前只适用在赤道附近 没有办法用在地理条件不同的台湾 不过已经让人类对地震的了解 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风光明媚的东部海岸 总是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 目前花莲 台东 绿岛等地的民宿 不断增加 尤其许多民宿紧连着海岸形建 环保团体开始担心 一旦民宿的废水没有妥善处理 将造成海洋污染后患生态 学者建议 东莞处应该要鼓励民宿业者 采用绿建筑 并且定期进行环境监测 适时公布造成污染的业者 才能够及早保护东部海域 四大济师公会12月12号 召开记者会说明 猫缆最后的建立结果 他们认为16号塔柱下方的边坡 是旧有坍塌地 向原侵蚀作用未来还会持续 虽然塔柱的基础有16.8公尺 但是只有3.5公尺 打入比较硬的沙烟层 未来很可能因为侵蚀 影响到塔柱的安全 因此建议16号塔柱 应该要尽速迁移 另外专家也提出 要全面检验猫缆的其他塔柱 以免危急公共安全 7月份提出的 苏花高替代道路开发案 在环保团体不断要求 以改善现有苏花公路 来取代的状况之下 公路总局最后将这项工程 改为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 将在12月16号开标 然而环保团体质疑 这个标案的工程管案预算不符 认为交通部用小钱送手 欺骗立法院最后再逼全民买单 另外他们认为 这个计划还没有通过环瓶 就要开始进入细部设计 明显想把环瓶当作像的包装 最后再借赶善的名义 来偷渡苏花高